转到国际焦点要来关注是俄罗斯大选落幕 俄罗斯总统普钦虽然是顺利的连任 但是这一次的选举过程中海内外都不平静 俄罗斯驻摩尔多瓦的使馆就被人投掷了汽油弹 可以看到在当地时间17号还在大选投票时 俄罗斯驻摩尔多瓦的大使馆就被一名男子投掷汽油弹 而且还一次丢了两瓶出来 现场窜出烟雾 驻警立刻上前逮捕这名男子 男子被捕时不发抑郁 那尽管这起事件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俄罗斯大选之中海内外的投票所都有事故 因此总统普钦即便胜选了 未来还有可能会面对更大的反抗力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